来看到是在美国多次派出了战机摧毁大陆的气球 但白宫证实他们这回打造的是气象气球 而不是间谍气球 美方的千万响尾蛇飞弹一度还打歪 栽到了湖里 国防部也说台湾上空也不是大陆间谍气球 所以就有专家分析 这应该是有人可以煽风点火要制造仇中氛围 中美气球大战持续上演 白宫证实美国派战机击落第一颗气球 是气象气球根本不是间谍气球 被风吹歪的大陆流浪气球 美国当成可怕的不明飞行物 美国出动两架F-22战机 两架F-15战机 加上预警机和加油机 用一颗要加1200万的响尾蛇飞弹击落 扯得是12号出动F-16战机发射飞弹时 天价飞弹还没打中栽进湖里喂鱼 美国前后花了约7600万台币去打气球 三发响尾蛇飞弹就超过上百万 去捞那个船河还调动五艘军舰 是因为美国要炒作仇中的议题 美国在全世界做的间谍活动比谁少 他连人家外国领袖的私人电话都窃听 你情报做成这个样子还在乎一个气球吗 大陆调侃美国别打气球打到闪到腰 因为2019年美国派出高空侦探气球 飞到云南上空 大陆当时派出殲-16战机用PL-10导弹 30秒就成功击落侦探气球 有专家嘲讽美国花七八千万去打造价 约三千块的气象气球还打歪 实在有够离谱 一个气球有几个钱啊 香蕉做 一颗响尾蛇飞弹40万美金 所以你用响尾蛇飞弹打气球 本来就很好笑 还没打中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 台海每个月都有来自大陆的侦探气球飘来 但国防不横打脸 说这些大陆气球都是气象用途专家炮轰 有媒体刻意煽风点火 想制造恐中效应 对俄罗斯大概都飘送了195次的气球 这次针对中国大陆利用这个媒体的报道 委员耸听制造两岸关系的动荡 过去用大炮打小鸟遭嘲讽 如今美国会用千万大炮打气球 诡异的军事行动背后 就怕藏了无数的政治操作与阴谋 记得张教棚 徐国豪台北报道 土耳其规模7.8的强震 沿着山脉撕裂土耳其的国土 震出了总共是有长达470公里长的断层破裂 还震出了大裂骨 但更惊人的是 土耳其的这一场地震甚至影响到 远在7400多公里外的南韩 因为就在地震后的42分24秒 南韩的地下水位上升了7公分 土耳其强震后地表上被划出一道道 又深又长的裂痕 沿着山脉深谷曲折蜿蜿蜒 美国地质调查局公布 土耳其强震断层破裂数据 沿着470公里山脉撕裂土耳其国土 土绪边境一道就有320公里长 往上一点再来一道 150公里长 短层破裂剧烈改变地形 地震后围楼拆除作业 更是惊悚万分 怪手拆到一半大楼突然塌了 瞬间恐怖白色烟尘吞噬周边 地震当时的监视器影像也显示 整块土地猛烈左右晃动 越甩越大力 从灯火通明甩到黑暗无光 而随着强震发生超过200个小时 还有人活着被救出 废墟中一名女子受困204个小时后 重获新生 还有77岁男子被困212小时生还 但想不到土耳其地震 竟然还能影响到 远在7400多公里外的南韩 地震发生11分钟后 感知到地震波 42分24秒后 南韩地下水位就产生变化 青上北道一处观测井 水位甚至上升7公分 过去日本311强震时 南韩也测到地下水位出现变化 但毕竟日韩距离较近 这回土耳其强震 能量居然能够传7400公里 可见这起地震威力有多惊人 记者综合报道 海荒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